我對很恐怖 你們吃很多 一定是吃很多啦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重症病人 是不是也要去 化驗說 他身上是不是也是有這種疾問在 從現在開始 發酵的食品盡量少吃 會有這個東西存在的可能性很大 趕快找到源頭 這個才是重點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呼籲大家 以後這個東西盡量就不要吃了 不然等一下事情發生就麻煩了 最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 兩天後死亡的 你可以採到米酵菌酸 我是同意 我應該是會沒有錯 但是一個禮拜後 你已經經過急救 還有用葉克膜去代謝息 身體裡面還會產領米酵菌酸的成分的話 我覺得很恐怖 你們吃很多 一定是吃很多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重症病人 是不是也要去化驗說 他身上是不是也是有這種疾問在 如果在的話 那這個案件 當然就做一個結尾就是說 它一定就是 米酵菌酸所造成的死亡 的一定 的那樣觀點 再來就是找到源頭 我們一直都指標是指向保林食堂 但是我們也要在保林食堂裡面找的那個 廚房或是哪個地方去找到 這個米酵菌酸的成分所在 從現在開始 發酵的食品盡量少吃 會有這個東西存在的可能性也到 源頭找到以後 再找更深遠的源頭 譬如說你放在這上面 會有那個 那個醋 和 日本人說米酥 那些都發酵食品 趕快找到源頭 這個才是重點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呼籲大家 以後這個東西盡量就不要吃了 不然待會事情發生就麻煩了 這個源頭到底是有人故意 放進去的 我們就有第一條條 如果真的有人故意 應該是不可能 他剛才在清場 他剛才在清場 他剛才要收了 是不是這個東西感染 在那個壁坑裡 還是有的 沒有 以前都在吊在那裡 他不知道 穿的整體都要穿在 有可能這樣感染 可能性很大條 我現在是一直存在 是說 以前這個米一定有的 絕對是米酵菌酸 絕對是哪裡都有 為什麼這次發生出來 他怎麼會造成失望 如果有毒以前就有毒 我們都沒有人死 不得聽 所以整件案子 人類因素應該不太可能 對啊 沒什麼可能 因為你不是故 不是說 固定哪一個人 或他什麼動機 情財座 還有一天一天都不一樣 是不是在炒菜的人 或是在嚇 像我剛才說 你哪裡在座 你有嚇到 我沒有嚇到 就差很多 是不是這樣 可能性比較大 真的 不然 沒有人 不會 人 又是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